继续来关心 的确2024谁来做总统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对台湾的未来 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影响 那中国时报也推出了 2024总统格局系列的社论 提出了国家当前的危机跟挑战 也指出未来应该走的一个路 完全都是出于媒体的天职 但是外界有心人士 却指涉望中跟鸿海 崇拜人郭台铭之间的恩怨 这种抹黑完全是背离事实 既侮辱了 这是作为媒体第四权 所坚持的大是大非 也小看了台湾所面临的生存险境 而且2024的大选何其重要 只有这场选战 台湾民众有机会 对国家的方向 来做出一个新的选择 阳气旧有错误的一个路线 能够选出一位 能把国家带到新的正确方向 为子孙未来开创新生机的一个领导人 这是站在全民的利益的立场 责无庞贷的大是大非 也不容这恶意之人抹杀污蔑 以上种种哪样不是攸关于台湾未来的生死存亡 哪像不是在为民佛福为国求利呢 其实来看的是哪里是私人的恩怨呢 台湾是我们所有人最深爱的一个家园 也是大家现在赖以成长茁壮的土地 为了国家的长远的利益 也为了替下来代呢 打造和平安乐的环境 2024的总统 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要为未来提出什么样的方向 全民都应该相当关切 所以呢 这个包括巴西呢 社论提出的这个竞争言 目的是在督促所有都想找出大会的人 包括了赖清德 包含柯文哲 包含侯友宜 包含郭台铭 还有以及蓝银共主自居的朱立伦 讲清楚 你们的主张是什么 让选民能够做出理性正确的一个抉择 望望水神抗俊义 他在呢 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骚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但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呢 有蜡齐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齐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喔